过年就要到,很多人都会买春联回家来打 冠以完杨俊成为了要向父母乡亲 特别邀请外庄司法班到父母厨 限定什么努力,提供免费的春联给乡亲来带 而且又可以请老师才自己想要爱你非常大心 父母厨是来了很多乡亲,大家是排队准备来领春联 为了方便乡亲,冠以完杨俊成是特别跟郭敏党同步 做回来学办春联正三的活动 邀请了十四位俗华老师来博物厨 犯定什么逼你,提供给乡亲免费来带 今天是我们陆港政党部,以及我们黄乎新党部 以及我们外中那个宿法班,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最主要的主办是要写春联 因为迎新春,让我们民众有提前来过这新年的活动 今天要特别我们感谢我们外中主办的各位老师 共同来,我们来共同来举办这个活动 尊庭在这里也提前来祝我们乡亲党 今过年行大运,大家要好过年賺大钱 李维昂贵美和国民党中华当部和黄国藏当部的主委 也特别到现场来祝福 新春的前夕办理这个送春联的活动 我们都知道说贴春联、门联 这是我们中国固有的传统 能够为新的一年带来好运 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个春联的书写、赠送 能够更提倡我们中国文字之美 然后来发扬我们传统的文化 那让我们的新的年轻的一辈 能够更了解中华文化之美 那也赠送这个春联 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喜气洋洋 那么今天我们洋艺员能够办理这个活动 其实我觉得更让我们所有的人 能够有一种怀骨思忧、饮水思源的感觉 所以今天利用今天这个时间 办理这个书法大放送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议员大心的乎母是和乡亲都很熬了 大家都会选自己与她的春联 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新中华新闻创中卿 六甲 蔡凤博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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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